松雕的报复 居住在山区里的猎人欧恩 经常拿着猎枪去山林里打猎 他最喜欢猎杀的 是生活在树林中的松雕 因为松雕的毛皮 是制造皮质品的最佳材料 菲尔一直想要个雕皮帽 如果能猎到一只松雕的话 该多好啊 你赢去吧 你瞪大眼睛看好 要是发现了松雕 可千万不能放它走啊 如果抓得到松雕 我们就可以大赚一笔的 孩子们 你们在这里安安稳稳地睡一觉吧 我出去找点东西吃 让你们睡饱之后可以吃的 不好 是猎鹰 糟糕 它好像发现了我的洞穴 猎鹰发现猎物了 应该是一只松雕 好险啊 多亏距离洞口近 否则就会被猎鹰抓走的 咦 怎么回事 猎物跑去哪里了 啊 猎物不会躲到那棵树木里面了吧 这么说 它应该是一只松雕啊 啊 怎么还有猎人 它一定会发现这里的 这下该怎么办呢 怎么办 它越走越近 一定会发现这里的 如果它发现了这里 一定会抓走我的孩子 不行 我得保护它们 孩子 再见了 哎呀 好大的一只松雕啊 快去抓住它 不要让它跑了 哎呀 它要是跑进刮木丛里 猎鹰可就没办法了 休想逃掉 太棒了 打住了 这只松雕 卖给菲尔 能赚不少钱的 呵呵 下次 再打到一只松雕的话 我也做一顶皮帽子 松雕妈妈被打死之后 留在洞里的那两只小松雕睡醒后 发现妈妈不见了 显得非常的焦躁不安 他们不停地叫 希望能把自己的母亲 叫回来 这是什么声音呢 哎呀 这里有个洞 好像是松雕的洞穴哦 可怜的小家伙 肚子都饿扁了 看来你们的母亲一定是遭遇不测了 多亏我发现了你们 否则你们一定会饿死在这里的 约克把这两只小松雕带回家后养了起来 在他的心心未养下 这两个小家伙长得非常快 没多久便能调皮地到处跑来跑去 哈哈哈哈 经过几个月的饲养 这两只小家伙都长大了 哎 约克 你怎么不把他们关起来啊 难道你就不怕他们跑掉吗 对呀 约克 我建议你还是将它关起来 不然 等你没有注意的时候 他们可能一流烟就不见的 他们听话的呢 每天早晨 他们就跑到山林里找东西吃 吃饱了就会自己跑回来 约克 看来这两个家伙都通人性啊 他们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了 原来他们这么乖哦 那约克 你一定花了很多心思照顾他们的 哇 约克 你怎么有养着小松雕啊 是啊 这是我从山林里捡来的 他们的妈妈应该已经死掉了 如果他们没遇到我 那肯定会死掉的 伯恩 他们的母亲不会是被你杀死的吧 你不要乱说 那肯定会死掉了 约克 你送我一只小松雕好不好啊 你要松雕做什么 我看他们蛮可爱的 我也想养一只当宠物 过过瘾的 欧恩 你不会想把他做成皮帽子 而不是当宠物养吧 不要乱说 我是养来当宠物的 再说了 他们个头这么小 哪里能做皮帽子呀 约克 你就送我一只吧 拜托了 好吧 不过你可不能伤害他 如果让我知道你伤害他 我可是会找你算账的 约克 你放心好了 我不会伤害他的 我会好好疼惜他的 那就好 我就送你一只 把这只你就带走吧 约克 真是太感谢你了 就这样 欧恩带走了一只小松雕 并将它关在了笼子里 这只可怜的小家伙 从约克家的宠物 沦为了欧恩家的囚物 小家伙 赶快长大吧 我就可以用来做皮帽了 我警告你 不准伤害他 你听到没有 我还准备将它养大了 用它的皮毛做帽子呢 来 小家伙 多吃点 这样才能快快长大的 用猎枪捕捉的松雕 毛皮上会有弹孔 只有将活雕剥皮后 继承的帽子才完美的 小松雕一天天地长大 欧恩经常打亮他身上的毛色 想象着未来雕皮帽子的样式 而小松雕似乎也觉察到了 欧恩那贪婪的目光 他开始想躲开 但笼子太小了 他无处可躲 失去自由的小松雕 除了要躲避 欧恩的目光 还要躲避着猎鹰的偷袭 长得挺快的嘛 看来用不了多久 我就会有一个 漂亮的 雕皮帽子了 哼 你还敢这样盯着我看 你就看吧 反正你活不了多久了 哎呀 你可不能咬伤松雕的毛皮啊 原来是松雕咬着我的老鹰 你这个可恶的家伙 快松口 我可是花了好长时间 才将它训练成一只猎鹰的 你要是把它咬死了 我会跟你算账的 可恶的松雕 你真想害死我的鹰啊 还好 没伤到骨头 否则这只猎鹰可就报销了 哼 可恶的松雕 竟敢咬我的猎鹰 我不在乎你的尾巴 这不妨碍我做顶好帽子 过几天也再长大一点 我就把你宰了 哎呀 他可不能死掉啊 我还需要用他再长大一点 做顶帽子呢 不行 我要赶快给他止血 要是真的死掉了 那可就亏大了 糟糕 你这个狡猾的家伙 我一定会将你抓回来的 从那天起 欧恩每天都会到山林里 寻找那只断了一截尾巴的小松雕 但却一直没有找到 转眼间冬天到了 连下了几天的大雪 松雕肯定饿着肚子 今天雪停了 他一定会出来找食物 你一定要瞪大眼睛 好好寻找 我可是需要一顶貂皮帽子呢 哈哈 猎鹰他发现目标了 然而 当欧恩跑过去后 却吃了一惊 那猎鹰飞得有点怪 想喝醉酒似的 在空中左右摇摆着 这是怎么回事 他脖子上挂着一个什么东西 哎呀 是松雕 是那只断尾的松雕 可恶的松雕 竟然将我的猎鹰咬成重伤 莫非剥了你的皮不可 好 你这个家伙还敢出来 哈哈 打中了 打中了 就在欧恩走到那只断尾松雕身旁的时候 约克从树林里远远地走了过来 哎呀 我可不能让他看到我猎鹂松雕 我得把他藏起来 欧恩 刚才你又在打什么动物啊 哦 约克 我看到一只野兔 于是就开了两枪 结果那家伙太精明了 竟然跑掉了 是吗 我们已经接到通知了 松雕需要进行保护 所以你可不能再打松雕了 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 约克 我不会再打松雕的 好痛 哎呀 痛死我了 哎呀 欧恩 你怎么了 好痛啊 看来大家说的没错 那只松雕的尾巴果然是被你砍断的 欧恩 他这是来找你复仇的 复仇 怎么会这样 善恶有报 你那样对待他 他怎么会不找你复仇啊 啊 之前我都不相信什么因果报应的 今天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 我终于深刻的体会到 果报的真实不虚 希望你可以好好的改果向善 不要再打猎动物来制作皮制品的 每只动物都是有生存权的 人不能因为自己的喜好 来剥夺他们的生命 这样人类才可以和动物快乐和谐生存于这个世上 约克 你说的话我会听进去的 我一定会改过向善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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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ck yo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